女性朋友送了根AOV的腰带 帅哥想拿过来变现 结果让帅哥伤透了心 什么业务啊 腰带 这个是干嘛的 回收 卖对吧 联系的就是回收的 这哪里买的 没有送的 我这个AOV腰带嘛 我也不带嘛 太大了 想出多少 2500到3000 他跟我说是 因为这是全新的嘛 我没用过的 因为全新的 我没用过 特养能给多少 你要卖 要先做个鉴定 鉴定29 如果真的我可以给你收 鉴定还收费啊 对啊 那是假的你跟我打 我也是被拔了 20多块钱而已嘛 行吧 您少一下 要是真的可以收 比如说不行 万一是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呀 你要先做鉴定啊 那他有没有跟你说是 哪里买的吧 没说 他说是商贵买的 有没有付款记录呢 他有测距在这 先看那个外包装吧 先看颜色好吧 你这个是有问题的 你看一下我们所有LV 后面那个也是LV的盒子 你看一下 你这个是偏橘红色对吧 太艳了 一眼就太黑了 就是颜色不对 然后看字体 你看一下正品的字 上面的墨 整体比较黑了对吧 这两个的欧是不是正圆形 嗯 你这个欧椭圆形了 然后上面的墨 感觉不均匀 而且是反光的 这个票 价格也不对啊 港币6800 这一款没有6800 LV不会有这种pose单的 这个单也不对啊 哦呦 LV的纸没有这么软的 很硬的 现在造假都是这么专业了 这种反而不专业啊 这种就是假货三件套嘛 假包装 假pose单 然后假的LV这个手具啊 然后再看这个腰带 哦呦 如果假的怎么办了 我们看字体形态好了 同品牌 它的字体一定都是一样的 看这个皮带 R的外圈 大于这个欧了 看一下我们店里包的字体形态啊 R外圈的圆 是不是要小于这个欧的大小 那我再找一个其他的包 这种包 你看R的外圈的圆 是不是要小于这个欧 对吧 我还有这个皮带头 五斤不能割手的 你这个很割手 你看一下 把我指甲都能割出来了 这个很锋利的 不可能这样设计出来的 正品一定是边缘很光滑的 你可以摸一下 所以你这个就是假的 我现在刚刚拿这个盒子 你看出来吧 盒子假不代表你这个东西假 有可能是东西是真的 你这个就是所谓的一眼甲很假的那种 甲或三件套的那种 这种显得是假 对的 这个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去打印店去搞一张不就好了吗 打印店好给他打印 对啊 是 好的 那你一眼甲了吧 对 没事 我也没啥没看过嘛 嗯嗯嗯 对 对 不感觉 反正我也带不上你 谢谢啊 好的好的 好 这甲都太高级了 哈哈 再见啊 这个视频呢 希望大家可以在我这里 学会如何分辨甲包 从而避免上当受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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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是怎么做的 对 对